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中国人到底是一直在变的还是他永远没有变 这是我们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 因为外国人有的时候我们很保守 不会变 可是有的人说我们一直在变 变得好像没有规矩一样 那到底怎么会实行 中华民族是天底下唯一的一种 一方面一直在变 一方面永远没有变的人 你找不到第二种 人家的文化要么就一路变 一路变 变到最后没有根了 还没有根 有的时候永远不变 变到一段时间它断掉了 因为它活不下去了 然后这样不变不变 一段时间你就活不下去了 因为时代在变 你怎么可能不变 但是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变到最后就变成一个叫做不连续的时代 用英文来讲叫做discontinuity 这是不连续的 是变的 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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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现在是什么时代 马上又变成什么时代 马上又变成什么时代 哪下又变成什么时代 中国没有 中国远远流长 不但很古老 而就活到现在 我们是一贯子 马上又不连续的 所以读书一定要搞清楚它在讲什么 不要说讲的就是我们的事情 我们从来没有断过哪个断过 大部分人看三国演义都说那是三个国家 我都告诉很多人 三国演义里面是四个国家 不可能是三个国家 你刚才三个国家到最后都没有了 全都没有了 我们很坦白讲 中国的历史改朝换代都是不重要的事情 因为了不起几百年才就不见了 改朝换代对我们中华文化没有影响 我们中华文化一以贯子 跟改朝换代几乎没什么关系 我们都是靠这个圣贤的道理来一以贯子 这样就对了吗 你看你在怎么改朝换代 它最后还是按照义人的道理在走 不会说改了一个朝换代 它就把你整个思路搞掉了 它不可能 那外国人就很认真地问我说 哪里有可能一方面再变一方面又不变 那不可能啊 因为西方人要么变又么不变 想跟你选一个 超鬼 它变到好像没有变一样 你说我在变我没有变 你说没有变我都在变 我每个人都这样过日子的嘛 你看这两个人都对话 你去模拟模拟看 珊珊碰到李氏 就骂李氏 你这个小伙不讲信用 你如果变来变去 李氏一定讲我哪里不讲信用 我哪里有变得来信 我说这样就是这样 从来没有变过 他觉得你跟妻子你没有变 你还敢说你没有变 那你在干什么 他很轻松 我在干什么 我只是调整一下而已 我哪里有变 从来他最后要调整 调调调调调到整个都变了 那我问你不调整可以吗 那讲话不算就可以吗 那都不可以嘛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我们的语言是没有文法的 我们语言没有文法 你看讲英文他有什么 他有识的变化 他对有 中文从来没有这样 因为我们讲话没有头没尾 去倒杯茶来 就结束了 没有人会问你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没有人会问 因为中文他很通嘛 他一听就懂 可是你跟外国人呢 就不一样 你说倒杯茶来 他就问你 谁知道 倒给谁 什么时候倒 倒什么茶 温度要多少 他问大天 你从这里马上可以了解到 道理是变动的 它不是固定的 西方人是依法办理 依法办理 那个法是死的 所以他一是一二是二 对就对错就错 双国人最有意思 双国人嘴巴都讲依法办理 世纪上依法办理都办不通的 怎么办得通呢 你看你要立个法 要经过漫长的时间 这个通过 那个通过 这个修改 那个修改 等到通过了以后 整个时 都变了 整个环境都变了 法 敢不上 时代的改变 敢不上 而我们中国又很奇怪 我们中国说 你这个法如果合理 我绝对遵从 我哪里不遵从呢 我是很守法的人 可是这个法根本不合理 你不合理的法你要改 那叫我遵从 每个人都这样想 中国人他对合理的法 他百分之百解释 因为我们是很守法 做人规规矩矩 做事实实在在 怎么会不守法 可是我们很多事情是不守法的 就是因为立法 你规定都不合理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就这样我怎么办 所以真正了解 中国社会的人 真正了解中华文化的人 他又是另外四个字 各位做参考 叫做依理办法 我们是依理办法的民族 西方人是依法办理 你好好把这两个好好去想一想 依理办法就包括了依法办理 但是它涵盖有一部分是例外的 西方人依法办理只能办到例行的 他对例外的他无人为例 中国他知道有例行一定有例外 天底下有症一定有烦 社会上有好人就一定有坏人 那不可能没有 哪里可能没有 这件事情一定有风险性 不可能说百分之百保险 不可能 这就是欲经告诉我们 一阴一阳之未到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应该变的地方要变 不应该变的地方 你就不能变 就对了 我想这些各位都有经验了 有所变有所不变 就叫持经答变 经就是原则 因为原则不能变 其他都可以变 所以我们的文化叫做 以不变应万变 有所变有所不变 就是持经答变 这是由即兴中即阴几阳之未到 衍生出的道理 那么中华文化哪些该变 哪些不该变呢 中国人有形的部分 他是一点都不在乎 不照顾的部分 你就让他一直变 没有关系 中国人只照顾这个看不见的部分 他是不会变的 而且永远没有变 讲到这句话 我每次都会笑 因为再有学问的人也在骂这句话 我觉得很奇怪 是不是一不变一万变 应该一万变一万变 应该糟糕不糟糕 你连原则都变得不乱得套 稍微有一点点哲学修养的人都知道 本体是不会变的 现象才是旺变的 中华中华那个中是不会变的 华是不会变的 所以中华就是有所不变 有所变 就是《易经》里面讲的变异跟不异的部分 它们两个部分都有 《易经》当然有很多含义 但是其中最主要两个 一个叫变异 一个叫不异 很多外国朋友都不能接受这种看法 每次读理智气壮跟我讲 如果变异 就不应该不异 如果不异 就不可能对异 什么又变异又不异 中华人搞什么东西 他不懂 中它里面 它是含有阴阳的 但是一发出来是阴是阳 阴的还会变阳 阳的还会变阴 我讲得最清楚了 在各位面前永远有两个选择 你选了一个上去 又有两个选择又出来了 你的前面一定有阴有阳 人难做就在这里 如果你面前只有一条路走 你闭了眼睛你就走好了 在你面前 永远有阴有阳 一个叫深门 一个叫死门 你连走三次死门 大概没救了 你连走三次深门 你就觉得音趣很好 这是每个人都有的经验 应该变 你非变不可 不应该变 你千万不要变 叫做有所变 有所不变 加起来一句话 叫做也不变 一万变 从此不要再笑这句话 笑了以后 你自己是很难看 我们现在有很多错误 是在讲太普遍 普遍到讲的人他都不知道他错 但他理直气壮 这是很要命的事情 一个人 唯一人处事的基本原则 从出事到死不能改 你看 勤劳能不能改变 不能改 负责能不能改变 不能改 认真能不能改 不能改 有规律能不能改 不能改 对父母孝敬要不要改 不能改 哪里你说什么都在变 太多不变的东西 你把不变的东西学会了 那就叫金 金是你的基本原则 你不能改 有了金以后 你就开始因应当时的变化 你做适当的调整 你看中国人都是这样 其实啊 我们之所以能够始终联系下来 就是我们的金没有变 中华民族 都是靠圣贤之治 在维持我们民族的命脉 这样就非常清楚了 你看诸葛亮 他就代表圣贤之道 如果诸葛亮一头奔朝照 完了 完了 如果关公一头奔朝照 他也完了 他们宁可受罪 宁可很辛苦 就是维持一个正统 得中原则 得正统 所以为什么 中国人最有志气就是要逐落中原 要逐落中原 就是要保持圣贤之道 让他永远不对 我们希望 我们的子孙 也能够长期的 有这种信念 那中华民族就永远不会亡 中华文化 就时时刻刻会 四个字 既旧开心 我们每一段时间都从 某数根里面开出新的话来 每一次 几百年一次 几百年一次 这非常好的现象 中国人 比较容易同化别人 比较不容易被人家同化 是什么道理 就是因为有一个精 抓得很准 抓得很准 所以 我们现在 再深入一点 请教各位 中华文到底哪些部分他是不变的 哪些部分是变的 说起来是很简单 各位去理会一下 你马上就悟到了 中华文有行的部分 他是一点都不在乎 不照顾的部分 你就让他一直变 没有关系 中华文只照顾这个看不见的部分 他是不会变的 而且永远没有变 你看啊 中华文变到没有一套自己的衣服 没有 你说这灯代表中国衣服 不行 这是唐装而已 不是中华民族的服装 中国人 他不太重视 古物 是有道理的 你看我们盖房子 绝对没有人说 我要盖一栋 跟我祖父当年住的一模一样的材料 也用相同 没有这种人 我们非常敢时髦 中华人在看得见的部分 他是最敢时髦的 每年有新的建材 我一定用最新的建材 用新的设计 但是 看不见的部分 我们是牢不可破 不会改 做人 要有良性 你不要否定这个东西 你不要说怎么乱怎么乱 他晚上安定下来 他自己会觉悟到 良心是存在的 不是没有 他会感觉到 父母 从小 妈把我们长大 如果没有父母 我们不可能有金钱 他会感觉到 黄河固然这样子 患难啊 搞来搞去 但是 你会发现 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人 如果黄河是直直的 就这样一直通到东海 你觉得好不好 那当然不好 河流如果是直的 人类就没有水喝了 因为这边又水下来 马上冲到那边去 那完蛋了 幸好那个河流 是这样搞来搞去 它才会储存一部分水 我们才有水用 我们马上就想通了 任何事情 你表面看是坏的 实际上它是好的 表面看是好的 实际上往往是坏的 一阴一阳之味道 我们马上想通了 到今天为止 我们还是拿黄河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我们把它叫做母亲河 中华文化中原则的部分 没有改变 但形式的东西却一直在变 中华文化的特点就是 有所变有所不变 那么有所变有所不变 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 一经给我们的两个字 就是合理 什么叫合理 就是随时随地 都在变动 我们要在变动的当中 找到一个此时此地的合理点 自福西市一往开天地 中华文化就在阴阳的流转中自然运聚 它包罗万象 又化成天象 但在现在这回 它却经常被什么误解 那么中华文化的特质到底是什么 是哪些特点造有了复杂而又统一的中国人呢 台湾师范大师教授曾世强先生 再次做客明家论成 为您讲解清华文化的特质 我们最讨厌的就是四个字 叫做离经叛道 离经叛道 现在的话叫做离谱 你看中文最讨厌一个人就是说 你太离谱了 你真的太离谱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对不对 你看 现在年轻人抱了一只狗 然后跟他妈妈一起走 他妈妈已经上了年龄了 他怎么跟他妈妈讲 妈 你要小心一点 这里不好走 我没有办法照顾你 我要照顾小狗狗 那就算三个人 我不知道就算多少个人 那你是狗的那种人 还是你妈妈要紧 还是你妈妈要紧 所以年轻人就是 他就不懂这些事情 亲重本末先后 你搞搞清楚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骂他人 你太离谱了 你怎么离谱 你先把你妈妈照顾好 你有时间再去照顾狗狗才对 你怎么可以这样颠倒呢 街上有两个老人家 一个是你爸爸 一个不是 我请问你 你去扶哪一个 你扶哪一个 当然扶自己的爸爸 如果两个都不是你爸爸 那你看哪个体育 你就扶哪一个 现在不是 先看哪个有钱 我就扶哪一个 那你算中国人 你根本不算中国人 心重 先后本末 这个道理 我们已经是 几千年都说得很清楚了 只是万计的 很多事情就是一个先后问题 你先安顿你的爸爸做好 你赶快去安顿别的老人家做好 就对了 一到过来的人就去怀疑了 你怎么回事 你是想讨好那个人 就糟糕了 中国人 你不能得罪他 你也不能讨好他 你讨好他 你也很麻烦 你得罪他会很麻烦 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讨好他也会很麻烦 因为我们都不走这套 我们都是一个合理的来往 所以讲到这里 我们应该有个很清楚的概念 欲经给我们的两个字 就是合理 什么叫合理 就是随时随地 都在变动 我们要在变动的当中 找到一个此时此地的合理点 那个就叫做 欲经给我们的中 那就叫中 好像打靶一样 一圈又一圈 你射箭也是一样 能够射中那个正中间的人 那当然武艺是最高的 可是武艺最高有什么用 一看山口里面射箭射最准的人是谁 吕布 吕布还得了 啪一下就是命中 甚至可以叫人站在那边 他说我不会射你你放心 他一下子就知道 可是吕布算什么 吕布算什么 所以欲经告诉我们 一切一切都没有道德重要 而道德的表现就是什么 就是爱好和平 不要欺负弱者 所以中国人很同情弱者 不要看不起那些 你不清楚的人 因为你不清楚 你凭什么看不起他呢 你弄清楚 你才觉得他看不起 你才看不起他 担得及吗 有没有急干什么 你不要用帽来娶人 你用第一印象去对他好 对他不好 这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你只要把这些道理 就把它弄清楚 变成你的原则 然后 你就应该怎么样 应该随机应变 不可不变 不可乱变 就叫欲经 你为了和平 你可以牺牲你自己 但是人家不让你和平的时候 你也要完全去抵抗他 不说说不抵抗 怎么可以不抵抗 我不欺负你 你越少了 你要不要欺负我 我想我一说话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就是这种个性 你看得起我 我没有理由看不起你 你对我三分好 我对你五分好 你看我不起 我也不见得 要巴结你 你对我不客气 我就脸色给你看 你真的要跟我打 我就奉陪 来吧 是中国人 中国持心答辩 来达到合理解决事情的目的 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 那么合理的境界又是什么呢 中国人有形的部分 他是一点都不在乎 不照顾的部分 你就让他一直变 没有关系 中国人只照顾这个看不见的部分 他是不会变的 而且永远没有变 一切都是看着办 我们没有固定的 所以叫做依法来办理 什么叫做法 就是持经答辩 有原则的改变就是我们的法 来办什么理呢 办此时此地 最合理的一个解决 就叫做理 所以中文都讲办理办理 这个事情办理的怎么样 就是从这里来的 持经答辩 我们古圣先贤告诉我们 那个经典的东西 不能变就是不能变 不管时代怎么变 他就不会变就不会变 因为一变就乱套了 至于现在应该怎么变 我们就来做适当的变化 叫做什么 一句话讲完了 因时 因地 因人 因事 和调整 以求质疑 以求质疑 以求质疑就是弄到恰到好处 任何事情 要做到恰到好处 就很圆满 大家不但欣赏你 而且从心里头佩服你 但是 我们不要求任何人崇拜你 没有必要 你干嘛 每一个人都要发挥他的自主性 所以 中华文化 他给我们 第一个 宝贵的东西 就是 爱好和平 因为只有在和谐当中 大家才能好好商量 共同走出 不是双赢 像双赢这种话也不是中国话 中国人都知道哪里有双赢 骗人 不是你赢就是我输 不是我输就是你赢 他一定有输赢 哪里有双赢 大家都赢那谁输 对 天底下的游戏只有下象棋 他是没有输赢 下象棋可以下到没有输赢 易经告诉我们 没有输赢才是好的 所以你看真的会拍电影的人 你要把中国人的狭义之气排出来 最好拍到什么地步 赢的人抓没赢 输的人抓没输 不得了 我就一刀吃出去 对方知道 他完了 有没有这一幕 有 官公跟黄宗之仗 官公道一出来 黄宗就知道完了 要杀就杀了 官公抽回来 找了 赢的人 我专门赢 你心里知道就好 我跟你拿来看看 没有痕迹 这样才叫艺术 不能什么叫艺术 我们中华民族是有高度艺术的 中华文化它艺术成分很浓厚 所以讲到这里 我们可以很清楚讲出来 中华文化有两个大支柱 一个叫艺术 一个叫道德 你如果从这两个角度去看 你会看出我们的内涵真的很丰富 而且会让你内心很喜悦 很感动 下一次我们就要来谈一谈 我们真的爱好和平吗 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人 是怀疑什么人 我们就叫做 爱好和平 谢谢大家